我看我哥们儿来啊,他新收了一款车,这车叫啥名,我也不知道,但是非常非常复古的一款,印尼这边非常难得,他也是通过各种手段,各种官员,花了一个很大的价钱,但是当然跟国内比的价钱就是不算钱了,是吗? 对,很便宜 我们先看看这儿闯哥家的一个豪宅啊,兄弟们,这个最近还没有建成盖端下的这房子,应该是2021年开始的,闯哥是我的老乡首先,然后以前也是我们生意上的伙伴,然后现在在印尼发展,在印尼定居了已经,这是闯哥盖的豪宅带, 来点看一看,咱们看看闯哥的车,你现在几台车啊?五台车,这刹车也是,兄弟们,这刹车咱们就不聊了,咱主要是看这台呗,这个大众T2,收了多少时间了?刚收的了,这不怎么跟海市面包似的呢?这个上方看着不咋地,特别舒服,兄弟们,咱们先来看看这个车头,这个标志,这个大众的标志,这个车现在印尼是可以上路的是吧?可以上路的, 那是1976年了,开起来特别舒服,当时是属于旅行房车的应该算,这个可以当货车了,可以当客车了,咱们先来上车看一看啊,感受一下,我坐在这副驾驶,这车真有点那个,哎呦,这缩料的兄弟们,这卡卡卡卡,这缩料的,这还是厚啊,那这都是,大哥这车还能开吗?能开啊?真能开?真能开,合法上路。 那个砸啥的还好死啊?都好死啊,而且开得很快啊,这车。这车,这属于什么排量呢?排量还真不知道。这车纯是老古董啊,这方向盘。 我说这点按器,这是啥东西啊?那个手啥啊?手啥?这干,哎呦,这大挡杆,跟拐杖是一样,那钥匙在这插着是吧?对。钥匙在这插,通过电能行不?可以啊。有电是吧?有电是吧?有电。 哎呦,我啥,看,兄弟们,摇下来了。这个小车,兄弟们,要拿回国内去,再改一改。老有范儿了。现在国内的大众T2是2014年,2014年那个限量发售的嘛,当时是70多万人民币。现在那个东西直接翻倍了,是140多万人民币。这车也有影响是吧?有影响。有影响。在这呢,下面,这个是这么玩的,我告诉你。你看这边,这块的就是善儿,这么善儿。 这个下面的影响。哎,这个车,你闯哥,你没合力给它改成那种,就是国内那种,这种房车的风格。之前是想改来的,然后这个沙发,坐着太舒服了。所以就不想改了。其实改不改意不大,后面还有空调,大家看一看。这个空调是后改的。这是后改的。后改。七几年的车还都是窗帘的。咱们视频前的朋友们,有几个是七几年出生,或者八几年出生的。我想很多都是九年后。 那这个在您没出生之前,十多年,就已经咬了这台车。专业得介绍介绍,这款车。 专业谈不上,反正最主要的,我就喜欢这个形,看这个屁股。现在的车再也没有这种形结。那个年代出的东西,真的是太简单了。 你看看现在的屁股,你看看这种车的屁股,和这种车的屁股。 这这么小啊,这发动机这是。 哎呦我天哪,发动机在这个位置。 对,这个声音很好听,声音还很好听。 这个虽然说闯合有这么五六辆车,但是这款车是自从熟了之后啊,据他说是每天钟爱有价呀。 全名叫什么? 那你就管它叫大中天二。 在国内叫大中天二。 对。这个车在国内得需要多少钱大概? 1976年应该合法上路不了。 哦,就像这个车如果即便到国内了,这一款1976年的款,它也是无法上路的。 对。 哦,只能收藏。 但是也有什么在国内? 很少吧。 大概现在已经炒到140万人民币了。 对。 哦。 那这个车你是花多钱买的? 我这个车算是减漏吧。 印尼就是两百多条。 两百多条和人命大概多钱? 十多万。 哦,这车在印尼花了十多万。 也是通过朋友想要办法搞到的。 在印尼这边改房车的进入还算可以吗? 不过的人都把这个车已经改了,改房车了。 改了是吧? 对。 这个车的玩法特别多。 对。 可以上面的盖都弄掉。 然后里面可以坐床,可以坐客厅。 这些车将来有什么打算吗?准备怎么怎么刀子的? 当时买的时候我想里面弄弄床。 现在就是能找到原厂价,尽量全变成原厂。 在后备箱能打开吗? 后备箱能打开。 后备箱能打开。 这是被抬。 对,这是被抬。 这个要改,这个位置也还不太那什么呢? 这是发动机的位置。 这个地方正常来讲到可以弄个床。 把这个放进去。 就正常把三道开过吗? 开过。 最多干多少? 我开到大概100左右吧。 这个车开很快。 看的很老。 1976年应该是体验感最好的驾驶。 这当年那肯定是最顶级的。 现在开着也很舒服。 和现在的车开着是不一样的量。 完全两个感觉。 这车多大排量啊? 我还真不知道它多大排量。 哎呦,看这个有没有年代感。 兄弟们,跟你这个在小时候那个做平房那个锁一样,门锁一样。 这个屁股真的。 太漂亮了。 你油价多钱一升啊? 五块钱啊? 我记得你不两三块钱一升? 有吗? 那个便宜也有。 便宜也有,是吗? 这得放好油。 差不多五块钱就有了。 看这个龙骨。 这龙骨也挺有感觉的啊。 这个龙骨很喜欢。 这龙骨老感觉了。 很多现在国内改这种床车都用这种。 但是都是新座的。 像你这可能年度长一点。 而且开这个车很拉风很拉风的。 就是基本上每个人都在瞅。 在印尼回头率也很高。 太高了。 就是基本上你看这个车就是说, 没有人,很少人不瞅的。 太亮了。 这个车要在国内我都不敢想象。 你说你有点小钱还真玩不起。 这个车如果在国内你说你花140多万, 你玩它为了, 我觉得, 哎呀,那除了特别土豪这种。 它确实有钱,也确实喜欢才会买。 对,轻易不能说花100多万买这种老车。 那得喜欢到什么程度啊? 一般多万, 在一般城市买一个很好的房子。 对啊, 但是这边其实也不便宜。 十多万人民币核道。 我这车感觉有点漏风。 你看这底下都有漏的那个。 那没事, 在这边没冬天。 没冬天, 对对对对。 不下雪那边, 没事。 要灯还好死不? 还好死。 这两年, 自从那个相机上成功之后, 还能对追求生活的品质提高很多。 没有, 没有, 不成功。 拿不上, 拿不上。 最重要的喜欢。 好了兄弟们, 今天要闯个儿叫, 以后闯个儿再收牛逼车了, 咱们再过来看。 感谢闯个儿。 谢谢。 再见。